经过14天的竞选期 第16届沙巴州选举 终于是进入最后24小时的倒数阶段 公正党主席安华突袭国民政府搅局 是否会影响投票意向和选举结果呢 分析就认为沙巴选民更在乎的是 本土问题能不能够获得改善 反观国家大事却不那么少心 政治分析文阿旺阿兹曼 接受马兴社电视访问时表示 西蒙在沙巴州选期间投下的震撼弹 并不会直接冲击风下之乡的选情 因为选民投票的考量 是谁能为沙巴带来发展 以及谁有能力造福百姓 分析也点出 谣传有部分国盟议员倒戈相向支持安华 但安华至今都没有拿出实质的证据 例证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局势根本还不明朗 因此现在妄下定论似乎有些言之过早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跟DPIO 4 5 5 1 4 4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